各位 大家好 其實 大家好的時候 其實不好的 都是這麼辛苦都要走來這裡 是不是不好啊 其實我們不應該來這裡的 今天是星期日來的 要家庭樂 家庭日 大家是開開心心 但不過呢 我們一定是為了我們的理想 為了我們的目標 為了我們的要求 今天呢不怕辛苦 都來到這裡 剛才有一位朋友說 他説 看我頭髮都爭到角色了 今天都繼續來這裡 其實我可以大坦講的 我都是 又黑白和大家一起 走到今天我一百塊 所以我希望大家 好不好給點掌聲 多謝這麼多位朋友 一起以來和我們 一起去爭取這個 全民退休補償 好 好 好多謝他們 為你們堅持 是很重要的 除了我覺得堅持重要之外 我還有一個訊息 就是有一個口號 我希望大家一起叫 就是全民退休 全民退休 應該要做 全民退休 全民退休 應該要做 應該要做 為什麼我說是應該要做呢 因為我覺得 不單止大家所講 全民退休保障 是一種扶貧的工作 這很重要 讓我們 老人家生活 晚年的時候 得到保障 這個是應該的 但是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 全民保障 是向我們每一個市民 他過去 為社會 作出奉獻 是對他的回饋來的 是不是 是 所以 更加要做 因為 現在所有的 所謂養老監好 中援好 全部都有資產審查 有一部分的人呢 曾經作出奉獻 但是 得不得到這些補償啊 是得不到的 唯有 就是全民退休保障 然後才可以讓每一個人 都能夠有公公道道這樣 得到一份的回饋 所以 我覺得 全民保障 應該要做 黃偉堅 但是很可惜 我們這個林鄭 他在上屆政府 是扶貧委會的主席 他都負責一個 研究一個的退休保障 可惜 他不單止 天破狗 聯繫 和我們一些養者之間的矛盾 而更加最後 是爛尾 是不是 一爛尾呢 是一種不負責的做法 而今天 竟然跟我們說 他說不做 這種是 完全不負責的做法 是可恥行為 是不是 就是特首 這麼可恥 現在不單止說 他跟阿俊說 不會見我們大家 這是什麼政府 這是什麼特首 又說 尊重民意 竟然最後 連見都不肯見我們 這種 我覺得 是一種可恥行為 好 林鄭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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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林鄭可恥 林鄭可恥 毛衞